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王哥临近双十一了 最近呢 也有很多的粉丝向小光哥咨询 说双十一了 你们华强北这边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上来呢 就是说问了一个手机型号 然后就是拿某多某东某猫上面什么一些百亿补贴和双十一活动价来和你对比 对比完之后呢 说你们这也没什么活动啊 双十一你们这边都不做的吗 针对这个问题呢 小王哥今天呢 也给大家解答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是做了一个批发的 它的行情呢 和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官网零售和 和实体终端里面的那个行情呢 它是有区别的 比如我们在市场拿机器的批发行情呢 是2500吧 对吧 但是它在终端市场呢 它可以拿到2800到2900 通过市场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双十一啊 火星节 对吧 它会相应的给你优惠个100或者是送一些礼品 让售端和批发端呢 他们之间本来就存在有差价 零售端呢 为了迎合市场 导向经济 适当的做出一些福利 做出一些活动来吸引消费者 但是我们在批发端口呢 是没有任何的活动可言 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一点呢 不仅仅存在于手机行业 如果说大家有身边有认识做批发行业的 比如说衣服啊 鞋子啊 去和市地店供应的这些批发商户们 你们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 在他们这个批发行情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双十一或者国性节之类的活动 在华强北的手机批发市场上面呢 尤其是苹果的手机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 大家也都知道 苹果手机呢 它分了很多版本 国航版的 香港版的 美版的 日版的 韩版的 欧版的 等等 这些版本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国家的版本 它是怎么来到中国华强北呢 其实这些机器呢 都是通过香港这个集散地来获取的 因为每个渠道 每个流程呢 它都是环环相扣的 香港呢 是我国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市场 而且是面向全球化的 所以说呢 香港就成为了一个便利点 他们把全世界各地的手机呢 都集中到香港 然后内地的客户呢 再去香港这边去参与竞拍 再把手机运到大陆内地 然后再通过深圳华强北向全国供货 通过这一系列的流程呢 相信大家也对这个货源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说白了 深圳华强北这边也只是一个中转点而已 其实真正最大的一个集散中心呢 还是香港 这也就又回到了视频刚开始说的那个 为什么双十一华强北这边啥都没有呢 其中的一位小伙伴呢 从十月份就开始想入手 这个十三了 本来想趁着双十一能否做活动再便宜点就要入手了 结果等到双十一来临呢 市场行情居然还在涨价溢价 最后呢 我也是没办法 因为最近呢 海关方面也不是特别的太平 大家相信看新闻的都应该知道 大量的手机资源来不到华强北 那么市场上面就会导致缺货没有货 这样呢 供给关系就会发生了变化 目前的市场行情就是供效于求 市场没有货 价格行情肯定不会降太多 甚至还会出现反弹 大家也都知道 香港版本的这个苹果手机呢 向来是以性价比著称的 每年发布出来的新级行情 港版的手机都会对比国行版本的便宜几百甚至上千块 而今年最受欢迎的13pro max系列呢 港版的行情却与往年出现了很大的反差 如果大家经常关注我朋友圈的话 可以对比一下月初和现在的一个行情 月初的时候13pro max系列呢 和现在的行情足足是上涨了好几百 甚至是上千 尤其是那个远峰蓝色500亿十几和1t版本的 都是要远远高出其他的颜色的 所以说呢 给大家讲到这里 对于那些不了解不理解的粉丝朋友呢 也不要说最近的机器没有降 本来很多朋友呢 就是一直想通过双十一这个机会呢 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 但是目前的行情呢 基本就是这样 所以说给大家讲解呢 也不要觉得小黄哥在这里每天报的行情价格比较高 不稳定 我只能说我做我自己 如果说你们不相信不理解的话 可以多去问一下 多加几个背报客 多去咨询一下现在的一个行情 你们就知道了 好了 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手机行情的话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